今年是零九三創立三十周年 我们常说这个三十而立 能够经历了三十个这个年头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零九三的是由我们行到大和尚 他来这边闭关浅修 然后从一点一滴开始 然后赶得了我们隆天的富池 我们是这种地址的来成就 来建设这样一个清净庄隐的道场 特别取名为零九三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佛陀当年他也很多的时间 就在零九三来弘法立身 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三十周年 我在这边也表达一种非常礼敬 同时也祝福我们零九三在三十年之后呢 的法务更加的兴盛 也祝我们新道大和尚 他所领导的四众地址呢 更能够把佛法弘扬 我们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零九三 这个法源的四众地址 那我们零九三特别也创立了 这个世界宗教博物馆 我们跟世界各股的宗教 也都有很好的一个联系 有一个主题 就是地球平安 世界和谐 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好 我们要介入很多三星人士 宗教界人士 乃至我们佛教界也不分各种宗派 大家能够一起来 关心我们的共同家园 就是地球 特别地球的暖化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危机 那这些危机呢 需要我们以很广大的慈悲心 跟智慧来面对 特别是我们佛教界 我们佛教界主张这个慈悲与智慧 慈予众生的悲拔众生苦 那像华言经里面 它告诉我们就一个广大和谐庄严的世界 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与万物并育这样的一个心量 来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环境 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共存共荣的一个关系 那怎么样让大家更具有这个慈悲心 跟怎么样来勤修戒定会 来熄灭我们贪生吃的无名 当然更重要就要开展这个慈悲稀舍事无量心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万法为心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鲁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相信我们大家的用心 我们大家的精进 一定会使我们的这个世界 能够充满了希望跟光明 让更多受苦的众生 能够因佛法的滋润 而得到心灵的平静与和谐 所以在这边也深深的跟大家一起共勉 祝福大家身心自在 福费增长 诸事吉祥 阿弥陀佛